自從推出了Atom處理器開始 目前全球銷售出超過5000萬 採用了Intel Atom處理器的行動電腦 而且也都逐漸在一部開發 手機、電視、又或者汽車等不同類型的市場 Intel在台北Competence 2010的討論大會之中 發表了Atom處理器的新成員 其中包括代號為Pine Trail雙核心處理器 以及專門留到平板電腦而設的Octro處理器 同時為了進一步推出跨裝置市場 Intel亦都要創商合作 推出包括AppUp和Migo等軟件方案 在Competence 2010大會上 Intel推出了多款全新行動電腦 其中Intel執行副總裁 其Intel架構事業群總經理David Permeter 展示了目前機身最鮮薄的Canon Lake平台Netbook產品 創了Pine Trail處理器 機身的厚度只有14mm 比市場上不少的Netbook低近50% 而且低功耗的特性 在運作時可以提供更低溫的表現 針對跨裝置平台應用 為了在軟體上提升跨裝置的體驗 Intel亦都推出了Port of Choice軟體策略 其中的Migo作業系統 是基於現有的Mobilin系統 再加以改良 據Intel指出 目前已與汽車廠商合作 運用Atom的處理器和Migo系統 開發車用市場 而且 大胤亦都邀請了 Acer執行長 要Fam Balancing 分享有關採用 Intel Atom處理器和Migo系統的產品發展 同時 Intel亦都特別為Netbook產品 推出了核製化的App-up用戶端方案 為用家提供 線上商店的售賣服務 其中Intel更透露 Asus將會成為第一間廠商 率先推出了Intel App-up Center 稱之為 Asus App Store的Netbook產品 並預期將於2010年秋季上市 此外 為針對低功耗 Atom平台方面 加入了Octro產品藍圖 利用處理器的低功耗 以及低熱量 將可為平板電腦 又或者Netbook 提供更優化的表現 例如 可以在播放FHD影片時 減低50%耗電量 支援多款作業系統 例如Migo Windows GoogleOS等 並預期於2011年初 推出市場 加上已正式出貨 出用N455 和N475處理器 並支援DDR3記憶體的Netbook產品 還有 於6月21日上市 針對文書處理的D525 和D425處理器 卓上營電流等 全新系列的Atom產品 將滿足更多用家 在播放FHD 我們在播放FHD